都不知道舅父貴什麼 為了個黃金面具居然連我都騙 居然不怕不吉利 搞到自己的墓地出來 我把祭品等都放好之後 就細細的說一句 舅父 我來看你 然後我拿一疊衣紙 假裝要放在舅父的墓碑上一樣 一放上去 一轉身 望向自己身後 我見到的 是一隻有拳頭這麼大的青蛙 一雙眼 滾到大一大望塞我們 看起來很詭異 我一轉頭 就像嚇一嚇一隻青蛙一樣 它噴一聲 跳到一邊 不見了 我立刻走過墨然身邊 跟他趕走那隻青蛙的位置 然後又扮到武士一樣 開始燒衣紙 一路燒衣紙 我一路在喊 說 舅父啊 我很掛著你啊 舅父 我很掛著你啊 這個時候 王兄走到我身邊 細細的說 是啊 不如我們 挖好你舅父的墳呢 可能裡面 有什麼東西都還沒有 我挖了王兄一眼 罵了他一句 你神經病 除了挖墳之外 你不知道其他東西了嗎 就在這個時候 我聽到一聲 呱呱 是青蛙叫的聲音 我轉身一看 墨然不知道什麼時候 已經走到剛剛青蛙不見了的位置 他站起來 手上邊 還抓緊剛剛那隻 拳頭那麼大的青蛙 那青蛙叫了兩聲 墨然在袋裡 掃了一支銀針出來 一插 插在青蛙的兩隻腳之間 接著 青蛙雙眼 立即就閉起來了 好像死了一樣 墨然又拿著青蛙走過來 我就說了 你殺了他 沒有 我要他睡覺 哦 對了墨然 為什麼這隻青蛙 會跟蹤我們 哼 那當然有人 在他背後 用邪術來操控 墨然說完之後 他伸手 拍一拍青蛙的肚腩 聽到白白白的聲音 然後 他又拿了另一眼的銀針出來 一插 一插 都在青蛙的肚腩上邊 青蛙的口裡 套了一張紙仔出來 紙仔上面有幾隻字 寫著 熱落 1988 11月13日 追 和之前虎口殺 稻草人身上的紙條 相差無遠 只是多了一個追字 我見到這張紙條 整個人就飆冷汗 如果說控制這隻青蛙 和在虎口殺家 白虎 想殺死我的人 是同一個人的話 那不就是 舅父想殺我 有沒有搞錯 但是我想心一層 是的 其他人又怎會知道 我是何時出生的 肥佬 老柳 都應該不知道 唯獨是舅父知道的 唯獨是舅父知道的 那就是舅父想殺我 我真的很難接受這個事實 你說 舅父如果是為了黃金面具 他騙我 罵我 我都可以接受 但為什麼他要殺我 我是他親愛生 黃金面具 真的這麼重要嗎 默然似乎發覺到我 在想什麼 他又怕一怕我肩膀就說 不要想那麼多了 說不是你舅父 是有難言之隱呢 我一聽就更生氣 我心想 什麼難言之隱呢 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緊要得骨肉親情 一個黃金面具 難道就要比我的命更加緊要 當初 我寧願懷疑肥老 寧願懷疑老柳 我都不肯懷疑舅父 因為我始終相信 舅父就算有騙我也好 他都不會想害我 但眼前這一切 似乎都在跟我說的一句話 那就是 你想錯了 要殺我的人 正正就是舅父 我越想就越生氣 越生氣就越忍不住 終於大聲說了出來 我真的不明白 那個黃金面具 究竟有什麼秘密 為什麼人人都想得到他 而我呢 明明不想要他 但是為什麼又有這麼多人 因為想要他 而來殺我呢 默然看到我 好像已經失控了 那樣 他就馬上過來拖著我 說 他說 如果我們拿到黃金面具 那所有的謎團 可能就可以解開了 是這樣的 我們接下來 要怎麼做呢 這個時候 麥然呢 就在自己的袋裡頭 掏了一塊白布出來 然後 在手上 包來包去 又扎來扎去 很快就弄了一個公仔出來 然後 在上面 畫了幾筆 你別說 公仔的樣子又多像我 然後 麥然就跟我說 他說 辛苦你了 咬手指 用血 把你的生神法字 寫上去 不怕跟大家說 要咬手指咬到出血 不是那麼容易的 很痛的 但是這個時候 我心裏面的憤怒 已經令到我 充分了頭腦 我就出行力這樣 一咬咬到手指上 真的被我咬到出血 然後 就在一個公仔上面 濕濕濕濕的 把自己的生神八字寫上去 然後 麥然就拿過公仔 放在墓地旁邊 還特地 將它整成了一個 跪在那裡的姿勢 然後 又抽一支銀針 一插 一插 同樣插在青蛙的兩隻腳之間 青蛙立即睜大眼 開始 刮刮刮刮 地叫 然後 麥然 又把那張紙 塞回到青蛙的肚子 然後 把青蛙 躺在地上 奇怪的是 這隻青蛙 立即看著 麥然剛剛摘好的 那個布公仔 雙眼 看得緊 然後 動都不動 好像滑木一樣 這樣 我終於明白到 麥然的手段 她是想用這個公仔 做我的替身 騙過這隻青蛙 真是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舅父厲害 麥然更加厲害 我不禁暗輕行 好在麥然 一直都是幫我 如果她不幫我 我真的死幾次都不知道 她每一次都可以幫我化險為夷 就在這個時候 王兄就加了一句 他說 哼 果然不愧是花瘋子 今天一見 真是大開眼戒駁 麥然就臉色都變了 他用很嚴肅的語氣就說 哼 你最好不要讓我知道你是誰 要不然 你就會後悔 對你今天所說的一切 然後 麥然就向我說 他說 現在這隻青蛙 已經以為這個公仔是你 有牠在那裡看實 你舅父就會以為 我們一直在牠的墓地 這樣 我們就可以偷偷地地 進入那條秘道 那究竟 這個方法行不行得通呢 我們又是否這麼容易就可以入到舅父床底的秘道呢 我們下集再講 第一百二十九集 床底秘道 上次說到 麥然呢 一翻報紙 就把舅父派來跟蹤我們那隻青蛙 蒙騙著 要他看實麥然 做出來的那個 是我的替身的布公仔 接著 麥然 王兄和我呢 就準備回去 潛入舅父床底的那條秘道 回到舅父的家旁邊的時候 我跟麥然說 我說 慢著 如果我們就這樣下去 萬一舅父在秘道裡頭的話 那他豈不是馬上發現我們呢 那跟我們字頭羅網有什麼區別呢 麥然啊 另一另頭就說 他說 不會的 你不需要那麼擔心 你舅父沒有那麼傻 留在自己家裡 他應該 在這條村的某一個地方 我們原本想在後院進去的 就像上次 入老樓的家一樣 但是 還沒等我說話 麥然指一指二樓的樓頂就說 我們爬上去 我就覺得好奇 為什麼 我們不在後院那裡進去呢 在地上找過槍 爬進去就行 麥然就跟我說 他說 你留意一下 兩邊 是不是有稻草人呢 我順著麥然指的方向一看 是 是的 在地下的左右兩邊 都紮著一些稻草人 不用想啦 這些稻草人 就跟剛剛那隻青蛙一樣 肯定是被舅父落了咒術 起著監視的作用 我再看看周圍 沒有稻草人的地方 那就應該是屋頂了 難怪麥然要我們爬屋頂上去呢 麥然又說 現在還未是時機 等裡面關燈了 我們再進去 誰不知這個時候 黃兄就啟一聲笑出來就說 哼哼 你們真奇怪 為什麼要等關燈才進去呢 現在進去一樣可以 我就指一指那些稻草人就說 現在怎麼進去呀 那些燈光照出來 那些稻草人會見到我們 黃兄就在袋裏面 掃了幾塊黑布出來 他說 他們說 你們兩個 有沒有這麼蠢的 用布蒙著他們就可以了 黃兄一說 我都不禁罵自己一聲死蠢 是呀 這些稻草人 又不是現代的攝像頭 用布蒙著他們 他們自然就看不到我們了 跟天黑沒什麼分別 於是我們幾個就分頭行動 一人拿了幾塊黑布 跟著 將周圍的稻草人全部包緊 我們包的方法 就在稻草人後面慢慢接近 跟著用黑布包住他們的頭 麥然說 這樣就沒問題了 用了十幾分鐘 我們終於把所有稻草人的頭包緊 跟著 就大無私樣地走進去 現在房裡的燈光 還是著著的 但是 我看進去就看不到球帽在哪裏 麥然阿細聲這樣說 還是小心點 我們走後門 後門 後門 我沒有鎖匙的 又是王兄 揭一聲地笑了出來 他說 這麼簡單的事 都要煩嗎 跟我來吧 去到後門那裏 王兄就不知道在哪裏 掃了一條鐵絲出來 跟著 我對著 扔了一位鎖心 扔了兩條 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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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就打開了 我向王兄鼠了大帽子 說了一句 哇 看不見你這麼厲害 你究竟 是不是做慣賊的 王兄就勒了我一眼 不出聲 跟著 就推開門 鎖一聲 就閃了進去 我打算跟進去 但是王兄就馬上說了 他說 你們在外面 幫我看水 我進去看看 有什麼動情 先 我的身體 是小朋友 比你們方便很多 這個時候 默然 也向我打了個眼色 所以我也不再出聲 王兄進去之後 我就忍不住問默然 我說 喂 你放心讓他一個人進去 先 萬一讓他找到個黃金面具 自己留起來 那怎麼辦 哼 哪有這麼容易 你舅父 沒這麼簡單 就讓王兄進去探路 先 我和默然在門口等著王兄 等啊等 等了六七分鐘 王兄才走出來 然後 對我們做了一個OK的手勢 我和默然 就跟著他 從後門進了屋 一進去 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了 我總是覺得 有東西在看著我 但我轉頭看 又看不到任何奇怪的東西 我還想跟默然說這件事 但默然已經和王兄 走進舅父的睡房 我再周圍看一看 蓋帽也不在 我還想去客廳看一看 但這個時候 我聽到默然小聲地叫我 快點來吧 不要犯牛鬥了 那我才走進舅父的睡房 趴到床下底一看 我發現 床下的地板磚 已經被默然弄開了 露出了一個客奔奔的秘道口 剛巧可以容納一個人下去 默然把電筒遞了給我 又吩咐我說 一會兒下去之後 不要開電筒 下面有樓梯的 一吸一吸 慢慢爬下去就可以了 我就吐了頭 見到默然爬了下去之後 我就跟著爬下去了 誰不知 我個人剛剛入到洞口 立即打了個冷針 嘩 裡面的空氣這麼冷 跟外面完全是兩個世界的感覺 最慘的就是 我沒有穿到什麼厚衣服 我幾乎就懷疑 洞口裡面的溫度 至少有靈下那麼懂 我就拉一拉件衣服 然後慢慢爬下去 用了一分鐘 我才爬到底 當我雙腳落地的時候 我的腳好像踢到什麼樣子 聽到啵聲 我的感覺 就好像 在一塊空的木板上面 我看一看周圍 只能夠用一句說話來形容 那就是伸手不見五指 周圍嚇嚇嚇 嚇到就算有個人在你對面也看不到 我幾乎就忍不住要開電筒 但好在 我記得默然吩咐我的事 所以 就忍住了沒有開 但是 在我前面爬下來的默然和王兄 去了哪裡呢 我就唯有小小聲地叫 默然 默然 沒有人認我 周圍一片死直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的心就越來越寒 究竟他們去了哪裡呢 就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 有人一拖著我的手 我就鬆了一口氣 應該是默然 於是我就繼續說了 我說 默然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叫你都不回應 但是 牽著我的人 還是沒有回應我 我心想 不對勁 如果這個人是默然的話 他沒有理由不回應我 然後 我用小小力 壓一壓這隻手 這隻手很冷 而且呢 比較大 默然這隻手我拖過的 比這隻手要小 更莫說就是王兄 王兄用的是小雪的身體 手更加小的 那這隻手 不是默然的 不是王兄的 會是誰的呢 在我腦海裡 突然間閃過一個人 一個我進來之後 沒有見過的人 那就是我的蓋帽了 但不是啊 如果牽著我的蓋帽 他也沒有理由不出聲 他認得我的嘛 而且這隻手還那麼冷 難道 牽著我的這個人 是一個死人 想到這裏 我心就越來越害怕了 我已經顧及不到 默然跟我說的 千萬不要打開電筒 這個告誡 我很快把電筒拿出來 打開一招 照向我身邊 眼前的景象嚇了我一跳 究竟牽著我的是甚麼人呢 我們下集再說 我們下集再說 上次說到 我和默然和黃興 下集再說 一下去 我就覺得周圍很冷 而且 突然間有一隻手牽著我 不過奇怪的是 這隻手 並非默然和黃興 因為這隻手比較大 那究竟是甚麼人牽著我呢 我忍不住打開電筒 向那裏照過去一看 咦咦 嚇中我一跳 原來 牽著我的 是一隻斷手來的 這隻手 這隻手呢 不知為何 將我手抓到十一十 手腕那裏被刀斬斷了 在電筒光的照射之下 我還可以見到手腕上面的白骨 我幾乎要大叫出來的了 但是好在 我最終都忍住了 因為我怕我的叫喊聲 會驚動到其他人 所以 我出行力這樣 猛按摔一隻手 摔得兩肺 終於把我的斷手也摔了出去 這個時候 我才一下子躺在地上 我怕的嘛 為甚麼失驚無神 會有人斷手抓住我的呢 當我躺在地上那一刻 我聽到 噗一聲 我這一聲是很奇怪的 完全不像實心地發出來的聲音 通常 只有地下有空間 才會有這樣的聲音發出的 於是我整個彈起一看 嘩 原來剛才我坐的不是地下 是一副棺材 是呀 我坐在棺材上 棺材裡面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才發出這種空心的聲音 這副漆黑的大棺材 加上那一隻 不知道被我摔到哪個血淋淋的斷手 就令到我無骨悚然 不 我忍不住就小小聲在那裡喊 墨賢 墨賢 墨賢你在哪啊 墨賢 墨賢 我聲音都有點震 不知道是害怕 還是凍導致 就是這個時候 突然間有人 一下 掩著我的口不讓我再叫 那一瞬間 我想一個手電筒載過去 幸好 在我出手的那一刻 我聽到那個人說 好了 不要吵啊 不要緊張啊 那個人就是墨賢 他在我後邊 用手掩著我的口 知道是墨賢 我終於整個人都安定了 我說 你走去哪兒 你知不知道 剛才有一隻斷手捉著我 多可怕 對了 這裡 會不會有死人的 墨賢對我一聲 叫我不要說話 我亂說 墨賢 墨賢 又叫我關上電筒 然後 他伸出手來拖著我 他拖著我的手 很溫暖 我才徹底地鬆一口氣 我並不知道墨賢要帶我去哪兒 只是知道 一直跟著他走 秘道裏面就很黑 墨賢帶著我 走著走著走著 我真的不知道被他帶到哪兒了 走了一會兒 墨賢就停下 叫我打開電筒 等電筒一打開 我照一照到處 唉呀才發現 原來周圍 有一幅又一幅黑奔奔的大棺材 那種詭異的氣氛 瞬間就蔓延開了 我就說 哇 這裡 怎麼會有這麼多棺材 嗯 我不知道 我就想問問你 你舅父以前 是不是做棺材生意的 我拧了拧頭 我拧了拧頭 舅父以前做開面具生意的跟我一樣 賣的 都是一些好像孫悟空呀 朱白戒呀等等 小朋友喜歡戴的面具 墨賢聽到我這樣說 就說 那就奇了 為什麼這裡 會有這麼多棺材呢 就這個時候 在我和墨賢沒有多遠的地方 突然之間傳來咔咔咔一聲 我立刻拿個電筒照過那邊一看 原來是王興 他只在一副棺材裡爬出來 哎呀 好在我離他比較遠 要不然實行被他嚇死就可以 接著我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呀 人黑人沒有藥衣的 無緣無故就在棺材裡做什麼 王興就沒有理我 而是向墨賢揮一揮手就說 發風子你過來 墨賢原本的一面不開心 可能是因為聽到王興又叫他愛好的原因 但是 他還是走過去 我就跟著墨賢後面 走到過去 王興就喀喀地笑起來 他說 嘩 原來這裡裡面還有暗度 嘩 不是吧 那些暗度一條接一條 王興見到我一副懷疑的臉色就說 嘩 你不要不相信 開港也有說 搞兔三分 更何況 你的舅舅只是老狐狸 如果這裡沒有第二條暗度 我才覺得出奇 墨賢就問 那這條暗度 我可不安全 絕對安全 剛才我進過去 不過 很長 我只是進去看了一陣 就馬上推出來 難怪 王興剛才不見了人 原來 是捐在我第二條暗度裏面 墨賢就跟我說 好 那我們進去看看 小心點 然後 我們就按照順序 一個又一個 捐入了第二條暗度 黃興走在最前 墨賢中間 最後就是我 一排入那副大棺材裡頭的時候 我忍不住打了個冷陣 舅舅究竟是甚麼人 這麼古怪 弄秘道也算了 這條秘道居然 還弄在棺材下面 如果不是我身邊 有著墨賢、黃興這些奇人 都真是幾難發現 棺材下面這條秘道 就跟我們剛剛進來的那條秘道有點不同 剛才那條秘道 有樓梯的 落到樓梯下面 還挺寬敞的 但是 這條秘道 就彎彎曲曲 洞口更加窄 我們鑽進去的時候 基本上 就逼得很緊 亦都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沒有一下子 就跌到到秘道底 唯有就一步步慢慢爬 好像鑽山洞一樣 最主要的一點 就是 這裏更加黑暗 爬進去 沒多久 我就不知道 墨然他們爬到多遠 爬一下爬一下 嘩呀 我突然之間就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 爬上我腳那裏 跟著 捐到我的褲裏面 順著我大腿爬上來 而且我覺得那些東西 無神神的 我就很害怕了 你說如果再爬上一點 去到我要害部位那裏 咬一口 咬一口 這樣就不得了了 我紛紛從便太監也有肢 然後我馬上叫 墨然 墨然 墨然在前面應一應我 什麼事呀 喂 你開電筒 召喚我庫郎啊 墨然聽到我這樣說 就很生氣了 他說 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什麼時候呀 還在那裏說這些噁心事 你耍流亡啊 不是呀 不知道什麼 捐了進來 講完這句話 我就更加覺得不對勁了 我就繼續說 我說 墨然 我真的沒有騙你的 用電筒照一照 看看是什麼 就是這個時候 有聲 這樣的聲 在我的庫浪裡響了 我馬上說 是不是呀 我都說有東西 爬進來的 接著 電筒打開了 墨然用電筒 照過來我這邊 接著墨然就看到 我庫浪那裏 拱起了一大狗 他一聲笑出來 就說 不用擔心 應該是老鼠來的 不是呀 你不要笑啦 老鼠也好 什麼其他都好 你幫我把他弄出來 好不好 你為什麼這麼害怕 一隻老鼠 我真的不知道跟他說什麼好 不是你 你當然可以說風涼說話 墨然這個時候 又跟我說了 他說 如果你真的害怕 不如 我鬥你一腳 直接把他鬥死 啊 沒有了吧 你鬥下去 萬一鬥中的 不是那隻老鼠 是我 那就我死了 哦 那就沒辦法了 你唯有 隔著那個人走 去到前面 闊一點的地方 再把他趕走 走 在沒辦法的情況之下 我又唯有按照墨然所說的方法做 一路凸起那屁股 免得刺激到 爬入我庫浪裡頭的那隻老鼠 一路就向前走 嚇了很久很久 終於才爬出了這條秘島 好在 那隻老鼠也算給面子 沒有說一口氣 爬到出來之後 我立刻站起來 猛按跳了兩下 一隻老鼠呢 就在我腹腳那裏蹲了出來 誰知老鼠蹲了出來之後 就嚇中我一跳 究竟這隻老鼠是怎樣的呢 為什麼會嚇中我一跳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131集 誰生誰死 上次說到 我終於爬到了秘道的盡頭 那裏比較寬敞 我立刻在地上猛跳 跟著 一隻大老鼠呢 就被我從腹腳那裏蹲了出來 我用手電筒照過一看 嘩 嚇中我一跳 因為這隻老鼠呢 牠皮毛居然是青綠色的 看上去又古怪又噁心 最奇怪的是 這隻老鼠呢 居然是沒有眼珠的 我驚起來 一腳 把老鼠不知繞在哪裏 就是這個時候 我聽到王兄說 好了 你們不要打程馬鈔了 我另一看 我看到王兄現在 就趴在地上 耳朵緊貼地面 眉頭緊皺 我很奇怪地說 我說 不是吧 難道還有另一條地道 麥然就說 應該不會有了 這條是最後的秘道 不過我們下來 也太簡單了吧 一點危險都沒有 這樣不合常理 你也合不合常理 安全不是最好的嗎 王兄站起來 就跟我說 哪有這麼容易 你用電筒照一照前面 我把電筒照去我們前面的方向 嘩 映入眼簾的 居然是三副棺材 但這三副棺材 和之前我們見到的那些不同 這三副棺材 不是黑色的 而是紅色的 王兄就說 我估計 那個黃金面具 應該是放在三副棺材的其中一副裏面 哦 這樣便是 三副都打開它來找就行 嘩 哪有這麼容易 可能 只有一副棺材 裝著黃金面具 其他兩副棺材 很有可能就是機關 如果我們開錯了 會很危險的 那麥然一說完這句話 我立即定了不敢動 看來 還是麥然想得周到 我就說 就算 不是三副都打開 走過去看看都可以吧 說不定會有線索呢 說完之後 我們就走過去那三副紅色的棺材那邊 我就非常小心 因為 誰都不知道 這裏還會不會收到什麼陷阱和機關 去到棺材旁邊 想像中的危險 並沒有發生 我就仔細地觀察棺材附近的環境 看著看著 我就看到 在棺材後面 有幾隻黑色的紙 我走近過一看 這副棺材上寫著的是 麥然1992 10月29日 這副棺材寫著是麥然的名字 和它的出生年月 而我走到中間那副棺材的後面的時候 也都看到同樣的黑色字體寫著的字 不過就不是麥然的 而是 慕容水 1987 12月17日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誰是慕容水 在我記憶當中 我不認識一個叫慕容水的人 而最後一副棺材 上面寫著的 就是 葉樂1988 11月13日 三副棺材的後面 一分別刻有我的名字 墨然的名字 和這個叫慕容水的名字 我看一看墨然 又看一看王興 再看一看三副棺材 心裏便明白了些事情 於是 我突然之間叫了聲 慕容水 就在這個時候 王興就很自然地擔高頭 看了我一眼 我一見到這樣的反應 我就很肯定 這個附身在小雪身體上的人 並不是王興 而是慕容水 因為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可能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就突然之間 有人叫自己的名字的時候 都會不自然地看過去 或者認的 這個王興的表現 足以證明他就是慕容水 王興似乎都明白過你了 他雙眼用一種很凌厲的眼神 看著我便說 你剛才叫什麼 在他的眼神當中 我還見到一閃而過的殺機 我便回答 沒有呀 那不就叫慕容水 墨然走到我身邊 望實王興便說 不用那麼兇的 你的真名就是慕容水 是不是 王興便沒有理到墨然 他雙眼一直都望實我 一隻手微微抬高 在他手上 有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 似乎下一秒 就要在我心口上一圓 就是這個時候 我便跟他說 你別怪我為何會知道這個名字 你們看看 在棺材後面有我們三個人的名字 王興便跟著我 走到棺材後面一看 他的臉色突然之間變成慘白 墨然見到之後 臉色也變了 然後我便聽到王興 就是那個慕容水在叫聲 有什麼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老實說 我心裏面覺得真的很奇怪 這三副棺材究竟是誰放在這裏 三副棺材上 分別寫有我們三個人的名字 喂 我們剛剛才下來的 放棺材的這個人 又怎會知道我們的名字 和我們的出生連月的呢 就在這個時候 慕容水突然之間就說了他 沒有了 沒有了 他的聲音有點頹瘦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他用這樣的口氣說話 墨兒的面色也很慘白 狀態也好不得去哪裡 他深呼吸了一下 講出了三個字 生死官 什麼啊 你說什麼啊 什麼生死官啊 就在這個時候 慕容水的情緒有點失控 他大聲地說 不可能 不可能是生死官的 生死官已經隱藏在地上百年 怎會突然間出到這裏 我就完全被他兩個的對話搞到懵了 什麼生死官啊 什麼隱藏百年啊 我就問墨兒 我說 喂 究竟 什麼是你們所說的生死官啊 嚇到你們這麼害怕啊 墨兒並沒有馬上回答我的話 一走過去 伸出手 分別輕輕地 在三副棺材的棺材蓋上敲了三聲 噗噗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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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兒敲完之後 陸大雙眼就說了 兩口生官 一口死官 喇 我就不明白墨兒敢說的什麼意思 但很明顯沒用水是明白的 他一下子就勵著墨兒就說了 既然是這樣 誰生 誰死啊 我也不知道 喇 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因为 平时比任何人都冷静的麦妍 居然都会那么紧张 而这个神秘的慕容水 就更加是贫乱失控 足以证明 这三副所谓的生死观 是很邪 亦都很厉害的东西 麦妍就跟我说 他说 这三副 这是一个神秘的虚度 我说 不过 我们也终于 小石 亦 谁 谁 c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